动植物体的组成层次 在介绍这个概念之前 我们会建议你 如果你对细胞分化不太了解 可以先去看看多细胞生物与细胞分化的影片 然后再回来这个部分对你会比较有帮助 我们知道细胞是组成生物体构造功能的基本单位 那我们这边先以植物 而且我们以植物的叶片来做例子 这是一个植物的叶片的横切面 透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的叶片 它包含了最上残和最下层会有表皮细胞 那除了表皮细胞之外呢 它的中间会有很多绿色的细胞 它们还有叶绿体可以形光和作用 我们称为叶肉细胞 另外在叶片的叶脉里面 它有很多运送水分还有运送养分的细胞 那这些表皮细胞合起来呢 我们称为保护组织 你可以看到这些一个一个一样的细胞 这些表皮细胞合起来 我们称为植物的保护组织 那好多好多的叶肉细胞合起来呢 我们说它是植物的叶肉组织 那输送水分也好 输送养分也好的细胞 它们合起来我们称为植物的疏导组织 所以我们看一下 植物的叶片有很多形态功能 不同的细胞 那这些细胞 相同的细胞合在一起 它们可以变成不同的组织 譬如说表皮细胞 它可以变成保护组织 表皮细胞变成保护组织 叶肉细胞合在一起 我们称为叶肉组织 那运送水分养分的细胞合在一起呢 我们合成为疏导组织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们把这些组织都整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叶片 所以对于植物来说呢 叶片它是属于植物的器官 植物的器官除了叶子之外呢 它还有根 还有金 还有花 果实 种子等等 那把根 金 叶 花 果实 种子 整合在一起 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个体 所以我们说植物体的组成层次 它是由细胞 相同的细胞 组合成相同的组织 那很多不同的组织 就是整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器官 那不同的器官再整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个植物的个体 这是植物体的组成层次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动物体的组成层次 在这里呢 我们将会以胃 动物的胃 人的胃 来做例子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植物体的组成层次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一起看 好 我们说 我们人体的胃呢 它是由皮膜细胞 组成皮膜组织 肌肉细胞 组合成肌肉组织 神经细胞呢 组合成神经组织 我们的胃 那它胃壁的表面 不管外侧内侧都有皮膜组织 它们有保护的功能 内侧的皮膜组织 还有吸收的功能 分泌的功能 那肌肉组织对胃来说呢 我们透过肌肉的收缩 我们的胃可以蠕动 那它可以把食物磨碎 那我们的胃呢 它还包含了神经组织 这样子当你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譬如说胃不舒服 或是胃痛 这样子呢 可以提醒你 要多多注意自己 那这些不同的组织 整合在一起呢 就会变成所谓的器官 我们这边是以胃来做例子 对 所以胃是一个器官 它是由不同的组织 各功能不同的组织 合在一起 变成我们的胃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是我们人类的 整个和消化有关的器官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胃 除了胃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食道啦 我们还有大肠 有小肠 有直肠 另外我们有肝脏 有胆囊 有胃脏 这些器官呢 它们全部都和我们的 消化这个功能是有关的 所以呢 在动物体的组成层次来说呢 在器官之上 我们会比植物 多了一个所谓的系统 系统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器官 但是它们都和 比如说胃 小肠 大肠 它们都和消化有关 所以这些 胃啦 肠啦 等等 它们最后就会整合成 我们的消化系统 行驶和我们消化有关的功能 除了消化系统之外 我们人类还有呼吸系统 排泄系统 循环系统 生殖系统等等 那把这些不同的系统 整合在一起呢 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所以就组成的层次来说 动物体的组成层次 它除了细胞 组织 器官 它会比植物多了一个系统 然后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字幕后一会儿